盛产巨大高丽菜的澎湖五感社区 举办了第七届高丽菜王的比赛 由于今年产量较少 只有22户的农户参加比赛 但获得高丽菜王的头衔高丽菜 仍有14.2台金的重量 个头之大 需要一个成年男子环抱才抱得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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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没有看错 这一颗颗巨大的高丽菜 远比一般的高丽菜大上了数倍 这是澎湖五感社区知名的农产 由于全县唯一可以产出巨大高丽菜的社区 所以年年举办高丽菜王比赛 吸引了农户投入耕作与竞争 现议员吕黄春金就说 乌坎的高丽菜不用农药 所以菜叶上有蛀虫的痕迹 吃了 吃了 糖吃了 吃不贵的人才会吃了 对啊 然后有外安的 给他投这种高丽菜市 他在菜市里没有 说没多少 有人会给他投入 结果没多少 结果没多少 他们赛数钱 没办法 像那么大 土质不败 开创这一项比赛的前社区理事长 也是新科马公市长黄建中说 他当选市长之后 想要推动一里一特色的活动 乌坎代表性的农作物就是巨型的高丽菜 这一项活动从他手上一直持续到现在 未来也会继续举办下去 我已经卸任理事长 可是这个产业 对我们乌坎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产业推动也带动了我们社区的一些经济 让我们的那些脑龙都有一个向往 都有一个期待 每年的高丽菜比赛 我们也会把这个活动 跟现任的理事长来跟他在一起 来把他看怎么来推 就像我们的公所主张的一里一特色 我希望以后每一个里都有他自己独特的产业 今年高丽菜网的比赛 由于气候的影响 今年收成没有往年的好 只有22户的农户参加 平均个头也比往年小一点 不过经过评选 单颗重量奖由红饼盐14.2台金夺冠 最美高丽菜则由夜锅美花之后 单颗体积最大奖则由黄秋奶69公分 参与比赛的高丽菜 最后是由议长刘成昭林全部买下 按照网例全捐给澎湖老人之家 同老受各界的支持 尤其这两三年来都由议长把高丽菜给标下 坚定我们很老的愿民 那也非常谢谢议长 这份善心对于关怀弱势 还有这些老人们的一份用心的地方 那我想在这些高丽菜过两天之后呢 我邀请志工 做成高丽菜水饺呢 我们会正式的回馈给我们 很老邻近的一些相关社区 包含我们主要的 乌坎社区的长辈们能够共餐 乌坎巨大的高丽菜王比赛 迈入了第七届 因为体型硕大 近年来开始打响了知名度 加上乌坎就位于澎湖机场的桌边 每日有飞机起降的噪音 所以乌坎的高丽菜又被笑称是被飞机下大的 记者陈荣誉报导